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以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曾国藩有言 谋大事者手中格局 一个人格局的大小 往往体现在他预示的第一反应里 如何处理问题 最能反映这个人 平日里所积累的学识以及素养 因此真正有本事的人 不仅深谙为人处事之道 解决问题亦不会失了水准 他们在遇到麻烦时 不同于普通人的反应 还是会有这五个特征 往往令人折服 做事有度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一天到晚忙不停歇 越忙越乱 明明已经尽了全力 却事与愿违 刚刚处理好的问题 又一团乱麻 做事没有调理 方法还不得当 就会越忙越乱 俗话讲 凡事遇则利不遇则废 任何事情先理清楚了 再行动也不迟 一如古语所言 审查其所先后 度全良能 效其技巧短长 之前看过一个故事 有一块躺在水底的巨石 他很想飘到水面上看看 但却不能 这让他很郁闷 有一次连续下了 好几天暴雨 他感觉自己身体下面的 杀力越来越少 随后自己就慢慢地 飘了起来 最后一阵急浪打过来 把他竟然给打到水面上了 刹那间 他看到了水面上的世界 五光十色 精彩分成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高速的激流 竟然真的让自己 飘到水面之上了 他感叹 速度改变命运啊 拒绝平庸里 有这样一句话 很多时候 我们为什么 忌妒别人的成功 正是因为知道 可以做成一件事 又不愿意去做 然后对自己的懒惰和无能 产生愤怒 只能靠忌妒和诋毁来平衡 决定人生高度的 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而是一念即起的执行力 没有执行力 一切都是零 行动 有时需要雷霆手段 坚决果断地进行 有时则需要 一步一驱 稳扎稳打 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对于人生来说 也是如此 漫无目的地奔跑 只会让自己迷失 唯有欲事不慌 认真思考 有用地解决方法 事情才会有秩序地进行 做到事半功倍 得心应手 适应变化 人生在世 唯一不变的 就是时时在变 若不能适应变化 时代抛弃你时 连声招呼都不会打 只有那些 能在变化中不断学习 保持进步的人 才能一直走下去 逻辑思维创始人 罗振宇就曾说过 习惯改变 才是唯一能够对抗 不再三十岁死去的方法 适应变化者 横强欲强 对于无法逆转的大环境 不用想着去征服 最好的办法 就是改变我们自己 面对危机 越快转变心态 就越会感受到 生活其实有无限可能 人生也从来不止有一种结局 这个世界 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 要想一生过得顺遂 除了一直努力 别无捷径 愿所有努力的人 巅峰时不自喜 低谷时不沮丧 只要足够努力 一定会活出 最美好的样子 因为当自己足够优秀时 想要的一切 都会主动来找 静心观察自己的每一念 每一句话 每一个行为 看清楚自己 静心观察事物的表象 本质 看清楚事物的真相 随遇而隐 随遇而安 无论外界怎样变化 总能适应生活 这样的人 才是生活的强者 正所谓 试着生存 让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才能达到 我们最终想要的目标 因此 生命不停 求辨别指 不惧将来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病房里有两位病人 他们都是癌症晚期 其中一人终日惶恐 生怕第二天 病情会更加严重 而另一人则谈笑风生 在病房里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一个月后 一人离世 另一人继续谈笑风生 其实去世的那一位 癌细胞扩散程度 远没有见在的这位厉害 他就是被自己吓死的 在这个容易焦虑的时代里 很多人每天 都惶惶于逝去的 昨天和看不清的明天 但其实人生路上 不到下一秒 永远不会知道 会发生什么 再多的担心与忧虑 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该来的总会来 与其焦虑不安 不如享受当下 正如美国诗人 狼费罗所说 要以不忧不惧的坚决意志 投入扑术迷离的未来 做人学会排解焦虑 不被未知的恐惧所扰 也是一种本事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你今天吃到的是 你喜欢的口味 但不代表明天也是 你今天吃到的是 你讨厌的口味 但明天也说不准 人生存在着 很多的可能性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秒 下一分钟 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好 也许坏 也许只是平常 你所能做的 便是把握当下的 每一秒 做好每一件 想做的事情 不要等明天 也不要害怕明天 害怕的东西 只要靠近 就会消除恐惧 等待太久了 会出什么意外 你也了不到 人生最傻的事情 便是为过去的事情伤心 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担忧 往事不悔 未来不拒 当下不复 才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能输得起 做人 最计拿得起 放不下 有些执念 就像一把尖刀 握得越紧 刺得就越痛 不甘心也好 不想放弃也罢 总之因为害怕失败 有些人变得瞻前顾后 患得患失 殊不知 人生如赛场 可以输 但是一定 不能被输打败 否则一旦被怕输 捆住了双腿 就再也到达不了 赢的目的地 记得在北大中文系 2018年毕业典礼上 一位老师在致辞中说过 也许人生的第一课 也是毕生之课 是学会输得起 祝你们成功 如果你们不甚成功 甚至落败 那么输得起就好 生命就像一夜风帆 在大起大落的海上漂泊 有顺风 就有逆风 想要留下属于自己的风景 既要享受尝试与挑战 也要接受失败与结果 凡是过往 皆为序章 唯有放下过去的失败和痛苦 生活才能轻松前行 保持平常心 生而为人 为什么会有痛苦 不是因为拥有的少 而是因为在意的多 为没有好看的外表而苦恼 为没有高额的收入而失落 为没有名牌的包包而伤神 但生活就是这样 鲜花与泥沙俱下 无论境遇如何 拥有一颗平常心 不担心 不焦虑 不慌张 才能活得安定坦荡 正如佛经所云 常怀平常心 修得大自在 无论外界怎样刮风下雨 内心始终保持归然不动 人生自然会多一份 宠辱不惊的自在 好事坏事 看得开便是风景 昨天明天 不刻意便是晴天 人这一辈子将功名利路看穿 将胜负成败看透 将毁欲得失看破 才有心情 闲看亭前花开花落 雅望天外 云卷云疏 愿你我在岁月中释怀 亦在修炼中成长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